大家好,歡迎收看《日金行動》,我是十九肥仔 之前也曾經出過一條片,就是講述大陸已經有不少店舖,極度不歡迎那些去探店的客人 類似港澳的Foodie 但就算你不歡迎也好,你是沒辦法阻止那些乞丐過來 因為有時他們如果不自己自報家門,你鬼知哪些人進來是探店 最慘,就算你知道他是探店也好,你又不能趕他出門口 一趕他出門口,人家動用影響力給你差評投訴,你到時跳下水也洗不清 剛好上網見到一些企業主分享自己,受到這些探店文化所害的經歷 有一位人興開貓咖啡店,他從來都沒試過主動同意探店 無論花錢還是不花錢,他也是拒絕,但依然被探店 有人就說,不用給錢了,別人幫你宣傳,你還想怎樣?你應該開心才是 他就說,被人探一次,想哭一次 為什麼呢?第一次被人上門探店,算是他所在的地區 一些老字號探店團隊 他們的經營方式就是他們自己有一些團購平台 在他們的平台買了一些團購或折扣套餐,他們就可以收容了 第一次進來就說,免費幫他們宣傳,這麼笨的事就坐下談 然後就跟他說,保證不收任何廣告費 他們只需要提供一些套餐,訂單就由他們的平台結算 這位老闆就比較有原則 他說,他們願意投放廣告,也願意給廣告費 但是就不會做這些虧本生意 因為這些套餐,他們基本上就是虧本 而且就打亂自己的定價規則 誰知這個探店團隊的負責人被人reject了之後 竟然走去教這位貓咖啡的老闆怎樣做生意 然後還來個情緒勒索 他就說,你看我們都沒有收你的廣告費,是不是? 就只不過將套餐某些錢讓出來 我們是一個良心給客戶做折扣 吸引客人來體驗的探店團隊 很厲害,即時抬高自己 就像澳門某個Foodie或自己破局者 這個貓咖啡的老闆也很耐心地跟他說 第一,他就不會做虧本生意 第二,他們是貓咖啡,很多貓在這裡 如果無限制地低價接待 客戶的體驗會非常之差 而且無論對人還是貓都很容易有影響 是淺是小,臭朵是大 探店老總依然跟他說 你要第一單引流的嘛 貓咖啡主人就問他 我們可不可以限制單個用戶的落單次數呢? 有沒有限制這個數量呢? 探店老說 怎麼可以,我們要為我們的用戶謀福利 怎麼可以做這種限制? 這個時候已經沒可能再談了 因為對這個貓咖啡的老闆來說 你為了你的客戶而犧牲我的店 真是一個高上無私的引流高手 事後,那位探店佬還不斷在WeChat教他 如何做生意,如何開店面臨失敗 試了幾次,都是不成功的 最後就沒有再聯繫了 每隔一段時間,這位貓咖啡的老闆 都會收到微信問可不可以探店 他就陸陸續續拒絕了 當中有些就是自費 但要求清場地給他拍照 有些說免費給他試一次 他就幫忙宣傳 有些說給了好評,然後問他買不買 如果不買,他就遞了他 由於這位老闆對這些訊息一律採取 以讀不回的應對方式 慢慢就沒有人問要不要給錢探店 他最多就是配合下一些大學的學生社團做拍攝 原以為可以繼續平靜地過一下日子 但這一兩年越來越多的人自主探店 他就真是頂都頂不住 因為他這間貓咖啡店在當地都是老字號店 都勉強有些名氣 很多客人都會帶上相機 還有很多女女進店 放了姿勢拍照拍片 他們都見解不怪 你不要搞到貓就可以了 但好死不死,那些探店的人 就混入了這些客人當中 甚至開始出現無法控制的局面 主要是這樣的小團隊 他們的介紹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曾經有個小團隊拍完相片 拍完片 做過探店片 和客人承諾 人君只要多少多少錢 那些貓就可以隨便給你玩 你想怎樣玩就怎樣玩 那些貓是非常親近人的 買個零食 所有貓就會走過來 是小朋友的天堂諸如此類 但是大家都知道 這些吹水不嚇嘴的 亦都令到很多不了解貓雜性的客人 以為貓就像狗一樣親近人 所以來到就諸多投訴 就說那隻貓在睡覺 就不讓牠抱 說話吵一點 捉住貓不讓貓走 就讓店員喝 想著買零食吸引貓 但是店鋪限制零食的數量 那些人就覺得 店鋪飢餓行銷 但其實是因為貓吃太多 這些零食是不健康的 所以他們需要嚴格控制 但是那些客人不理的嘛 他們就純粹看了那些探店的店鋪 他們就不會覺得 那些探店的人有問題 而是店鋪騙他們 明明說什麼小朋友天堂 那為什麼來到這麼多規矩 你讓不行 那樣不行 又說 花多少錢就可以任玩 由於各種誇大 虛假的承諾和宣傳 令到那些客人來到店鋪的體驗 和預期的差距非常之大 於是就有很多人去現場罵他們 去平台給差評 甚至上一些社交平台 或者評論區罵他們 本身他們就歲月靜好 細水流長 自己一間貓咖啡 自如自樂 誰知被這些探店狗搞一搞 就變了流量密碼 罵他們的影片 甚至上熱門 那你說 找那些探店的人過來解釋 無疑是送流量給他們 而且 那些人對店鋪第一印象差了 解釋來也沒用 那你說 在那些評論上和人對罵 別人就覺得 你的店鋪小器 不能批評 甚至 分分鐘是那些Foodie 探店狗 借些椅 又可以用你來出多一個post 又可以繼續引流 所以被人罵得久了 都算了 都由得他 所以 他就說 你有辦法不真不怕這些探店狗嗎? 我看他的分享 我都感受到他的無奈 其實自己也不太想宣傳 可能開一間貓咖啡 自己開衣服 找到夠洗夠出糧 繼續平平靜靜和貓一起生活 多開心 怎知好死不死 又遇到這些探店狗 我覺得 做這些探店 有一個人應有的良心 不要像畜生 哪裏有肉 走去哪裏 完全不理 店鋪想不想讓你宣傳 好了 影片就到這裏 各位朋友 大家又覺得 這位貓咖啡老闆 所說的東西 有沒有道理 歡迎留言 說下大家的意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